哈囉大家好我是迪花 今天要來講海賊王1062話全文解析了 就開始吧 我並不會把全文全部都念出來 但是一樣你看完就會懂全文了 簡化的意思 破300張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故事開始於上一話結尾遇到女貝加龐克的時候 弗王奇非常興奮的說了 我非常欣賞你 他說他之前去過貝加龐克老家的實驗室 然後相提是還是耳男一個 說了漂亮女孩 羅賓表示他並沒有聽過貝加龐克是女生的事情 而且職業生涯與他的外表年齡不合 然後女貝加龐克說了 他並不是本人 他是代號02的貝加龐克 名為莉莉絲 女貝加龐克說到一半 突然有人通訊他說草帽海團的實力很危險 然後索隆說了 貝加龐克我有一個請求你同意嗎 這裡沒演出來在說什麼 然後畫面轉到波尼這裡 波尼說了 我的父親在貝加龐克的改造下 變成了半機械人 到現在為止 他已經失去了做人類所有的自我意識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誰 簡直就是活兵器 然後波尼 魯夫一群人來到一座城市 一個很科幻的城市 裡面有機器人 還有類似龍的東西 結果魯夫跟龍大鬧起來 突然看到食物撲了上去 結果食物是個幻影 魯夫生氣突然變成五檔 這意思代表魯夫現在想進入五檔就進入的意思嗎 然後突然有個女孩機器人出場 魯夫以為是幻影就給他一拳 結果是個實體被反打 然後魯夫與波尼就在城市逛來逛去 最後終於吃上了食物 剛剛說到女孩 他表明了自己是貝加龐克代號06 畫面轉到CP0這裡 他們在討論到底要怎麼做 說到了 聽著陸基 貝加龐克是孤單的 但他是天才 貝加龐克因為忙碌 所以有了六個機器人 六個都有自我意識 也有每個人的個性 這裡大家可以想像成其中最的感覺 1號代表症 2號代表惡 也就是我們最一開始看到的貝加龐克 3號代表想 4號代表知 5號代表抱 6號代表欲 如果大家知道這些代表的意思 可以在留言區補充 然後畫面轉向 我們看到了刺天使的熊 CP0接著說了 要消滅所有的貝加龐克 這是他們的使命 實驗室堆滿了珍貴的物品 在做這些的時候要小心 消滅世界上最有用的人 這與前幾天露露西亞的事件有關係嗎? 有一些文字部分被圖擋住了 沒有辦法講給你們聽 但劇情差不多就到這裡 明天會有深度分析 大家持續關注 今天的講解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